娘,我不怪你,以前的日子就算是翻篇了,以后咱们要过得好好的,让小乔咱们的人都后悔。 木小草反手握住周水莲的手,一字鱼记地说道, 姐,我支持你。 娘,我也支持你。 李叛帝学着木秀说话,李叛帝这副小大人的模样,引在屋里的几个人都笑了起来, 欢声笑语打散了家众的沉闷,大家的心都拧在了一起,一起憧憬着未来的美好。 木水家闹得沸沸扬扬时,刘玉梅和王贵英也凑热闹地跑了过去。 俩人看着陈向阳在,到时都没上前,只是躲在角落处偷偷望着。 听着木小草跟李兴志吵起来,刘玉梅心里别提多数他了。 虽然李兴志不是什么好鸟,但是想当木小草嫁过去,起码日子过得比他强,他就心里憋气。 眼下,看着俩人闹得要分开,刘玉梅嘴角的笑意只都止不住。 王贵英也同样如此。 想到当时木秀怎么挤对他,他就巴不得木小草倒霉,有这样一个姐姐在前,看木秀以后能说到什么好婆家。 陈向阳走后,本来,王贵英也想凑上去买他木水一家几句,刘玉梅却拉住了王贵英。 大嫂,算了,不去了,咱们还是先回家吧,不然待会儿娘找不到我们会不高兴了。 刘玉梅心里明白着呢,李兴志可是他娘家的亲戚,又是他介绍给木小草的,这会儿一个帮手都没。 他如果露面,木小草那个母老虎,要是冲下来打他,他可招架不住。 所以刘玉梅全哼了一下,反正木小草已经被抛弃了,他就不去涂个嘴巴快活了。 周里两个回到木家后,刘玉梅才刚起来,俩人围上去把今天发生的事情,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述给刘玉梅。 还好,我把老儿赶走了,不然家里又要多两张嘴吃饭了。 刘玉梅拍了拍胸口,不免后怕不已。 还是娘明智,刘玉梅笑着奉承道,对,娘真明智,王贵英也赶忙附和着。 你们以后都听话,我不会亏待你们的,要是不听话,哼。 刘玉梅冷笑着叫一两个儿媳妇。 娘以后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,刘玉梅和王贵英头点得像小鸡啄米一样。 看着两个儿媳妇这么地听话,刘玉梅满意地点了点头。 等明天上午,我去村后头等游地员,正好她走的路线距离咱们家近,不然送到广播站,还要跑很远。 沐秀晚上好好地炒了几个菜,一家子齐了融融地边吃边聊天。 那个塑料薄薄重不重啊,我跟你一起去吧。 爹,不用了,我推个小车就过去了,你就在家把鸡笼做出来。 还有那鸭卷额卷的,等村里把这些家禽发下来的时间再弄,怕就赶不及了。 沐秀急忙拒绝了沐水的好意。 本来,提到陆念东游寄塑料薄膜来,就是沐秀找的借口。 他打算偷摸着从空间拿出来的,怎么可能让家里人跟着一起去取啊? 这不就露馅了? 村里的信件和包裹,每周二都会有邮递员骑着邮局蓝色的自行车,送到村里的广播站那儿。 广播员再在大喇叭上通知对方来领取。 那时候,谁家有信或者收到包裹,全村的人都会知道。 如果沐秀不主动提出来去取,那广播里恐怕永远都不会想起他的名字。 这晚晚饭后,大家都累了一天,因此收拾完后就早早地睡下了。 一觉醒来,就到了天明。 沐秀吃过早饭,就推着小车去了村后头的那条小道上。 那是邮递员进村的必经之路。 他也只是做做样子,等邮递员来了之后,装作上前询问。 等他向村里去了,再把空间里早已准备好的塑料薄膜拿出来,放小车上推回家。 本来沐秀已经想好的计划,却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打乱了。 沐秀推着小车,刚拐弯,准备上小路,却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。 沐秀愣了一下,虽然这是一个背影,但是他已经知道对方是谁了,那就是沐志军这个混蛋。 沐秀心念一动,小车立刻收到了空间里。 他弯下身子,悄悄地跟了上去。 他又看看沐志军大清早出现在这基本没人来的小路上,到底是想干什么。 沐志军鬼鬼祟祟的,不停地东张西望,整个人看起来烦躁不安。 这些天来,他几乎每天一大早都会守在这条小路上。 他在等一封信。 他清楚地记得,离开部队回家的头天晚上,指导员告诉他,部队要将他的情况用书信的方式发到村里,让他回去等着。 从他离开部队回到家中,到现在都好几天了,信还没有到村里。 虽说邮递员每周二过来送信,可是这封信对他来说太重要了。 他怕万一邮递员提前或者推迟一天,他没有及时接到,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 所以,他每天都会来邮递员的必经之路候着。 叮铃铃,叮铃铃。 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打断了沐志军的思索。 他抬起头来,看到正是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过来了。 而沐志军则是快步走上前去,伸出手拦住邮递员一脸的紧张。 沐秀这会儿就算再好奇,也没有办法靠近。 小炉旁边没有一点遮挡物,他只能站在这里望过去。 看到沐志军张嘴不知问了什么,邮递员从包里翻了翻,出出一封信递给了他。 沐志军接过信,仔细看了下,脸上的紧张知情不见了。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欢快。 邮递员走了之后,沐志军刷刷将信撕碎,本来仰手准备一丢。 不知道忽然想到什么,他又跑到旁边的野地里,捡了根树枝挖了个坑,将信的碎片埋了进去。 将土夯时,这才站起身来,又用脚踩了几脚,然后才拍拍手离开了。 沐秀看着他消失在路的尽头,又过了好一会儿,据认他不会回来了,这才跑到他刚才埋信的地方。 从空间里拿出一把铲子,飞快地挖起来,还将沾着土的纸片,一股脑全部收到了空间里,等回去了再慢慢研究。 沐志军